这是第一集使用两个小太阳能电板加总起来所能充饱的数值 没看过第一集的人赶快去看看 我在说明中会列出所有急速 虽然充电量不是很大 但基本的设备已经架构完成 Taco要告诉大家 我们一次购买一点点设备就好 不要制造自己的经济压力 要不然顶楼能出租给重电公司 每个月还可收入2万左右 不是很好吗 现在我只是在测试一盏电灯 在目前能亮多久 41分钟 目前是晚上7点 两颗蓄电池规格12伏特7安培 容量可以说不是很大 所以在第一集中层起成果就是这样 台灯是13瓦特 先不要泄气这只是开始 我们今天要加入一块大太阳能电板 这边够大了吧 规格是12伏特100瓦 在背面有4个洞可以固定 我把洞挖大一点 让脚杆可以锁住 然后固定在屋顶上 我使用的是这种脚杆 原本设计的固定太阳能板方式 因为发现背面4个孔而改变了 幸好脚杆裁切的刚刚好 每一个孔只要锁上一个螺丝与脚杆就好 我只示范一个孔节省时间 再说明一下这个太阳能板是 单斤100瓦特 长宽个850x515mm 然后我们先把线路给接好 等一下奔上屋顶后就不用花费太多时间在上面 虽然不是很危险的工作 但人的一生不能重来 我在说什么啊 因为这种特殊的街头零食找不到商家可买 所以只好剪断自己连接 我的主览线是单蕾铜线 一条正极用红色胶带来辨识 另一条当然就是负极了 现在我把太阳能板的街头剪掉 拨出里面的电线准备连接 这是我能想到的唯一方法了 这一行专业的人士们大概会投笑 先确定这条主览线是正极 用红色胶带辨识 把前端的绝缘部分拨开后 就能与太阳能电板的正极相接 在这里我不用焊息落铁 把两端产情一点就好 我想大部分的人都不会有这种工具 产情后我再准备一条铜线 用来作为扩充用途 这条铜线是未来再买太阳能电板 或其他发电设备时 可并联起来加快充电的速度 在第一集的两块小太阳能电板 我就预留电线给这块使用 但再增加设备那也是以后的事情 我们先搞定第一块用钱购买的大型太阳能电板吧 最后用红色胶带把裸露的铜线包覆起来 因为太阳能板是安置在屋顶 这些连接点会被太阳能板盖住 不会拉扯也晒不了太阳 所以这样处理就可以了 接下来是负极的连接 连接方法跟正极一样 一条接主览线的负极 一条也是预备过充用的负极 我用快转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 负极的话用黑色胶带包起来吧 不过等一下这两个正负极的胶带都会用 洗力控包起来防水 所以现在想一想用什么颜色胶带 好像没什么意义哦 现在用洗力控把胶带包覆起来 我买的是黑色的一样有防水效果 估计经过十多个寒暑以上都不会有问题 甚至二十年以上也可以 黑色胶带与红色胶带都被涂上 黑色silicon 这是我没想到的结果 想一想也蛮好笑的 再用胶带把两条线固定在背后 这样silicon也会连在板子背后 如此一来就可以放在屋顶下 不怕风吹日晒 现在我们要上屋顶啰 大太阳能电板已经搬上来了 我固定好位置 先锁上第一个自公牙螺丝 每一个家庭应该都要准备这种工具 因为有些水电土木方面的工作可以自己来 没看清楚我再示范一个 这种螺丝叫做自公牙 五金超市或电料行都买得到 今天幸好没有大太阳 上来屋顶吹吹风也不错哦 说到风未来TACO也会做好几个风力发电机加入发电工作 这条是主览线 连接到楼下的充电控制器 现在要跟太阳能板的电线连接起来 先连接红色的阵级 从刚刚到现在的几分钟都是线路的连接工作 我脸上也已经有好多条线都快昏了 在阁楼时水塔就在旁边 那里闷热的连空气都是热的 现在来到屋顶好凉爽 不过安全地域还是最大的考量 这里的屋顶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防止露天顶楼露水到下一楼 很多建筑不良的顶楼都会露水 所以才会有这种所谓的伪装建筑顶楼 从这里望去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加盖 不是我们愿意而是没得选 负极的零件我不再示范了 欣赏一下广大的屋顶 这个屋顶还有天窗所以很方便搬运 我将所有的线路都隐藏在太阳能板底下 只漏出两条未来要扩充并连的线路 未来可能再增添太阳能电板 但我想介绍另一种风力发电加入行列 因为风势一天24小时都有可能出现 但太阳就只有白天才有 若遇到阴天也无法发电 所以TACO的重电乐园也考虑低成本的风力发电 再看一眼今天所做的工作 我们完成了一部大型太阳能电板的安装 现在就进入测试工作 蓄电池开始关入大量的电力 一个大太阳能电板有多少电力呢 这还没充满哦 做个小实验 我把电池器调好时间 目前是下午两点半 看一下电力13.6伏特已经保了 但太阳能板还是有电力进来 这是13瓦特台灯 看看它能亮多久 时间好像停留在晚上九点半 台灯也已经熄灭了 也就是说太阳下山后直到九点半台灯就没电了 看一下充电控制器蓄电池的电力已经空了 现在检讨一下这一次安装大型太阳能板后所获得的数据 首先因为两个电瓶容量太小 每颗只有7A 两颗加起来也不过14A 所以不到4小时两个电瓶就充饱了 换句话说 14A乘以电瓶额定电压12V 两个箱层就是总瓦特数168W 但理应对13W的台灯有更长的放电时间才对 问了厂商后我得到了一个答案 那就是这台A系转换器也是吃电的怪兽 所以我进行了一个测试 就是全天让A系转换器运转 但不加上任何电器看看它能不能运转一整天 果然两个蓄电池的电力几乎被它用光 幸好隔天太阳出来就马上充电 所以我要替换的是这两颗电瓶 或再避免一个更大安排数的电瓶 节目的最后大口要带大家去一个地方 这是我弟弟去台南市本门区的某处取景 一大片土地重电每个月的收入相当可观 但很遗憾的是原本勤劳的养鱼工作 似乎也因为这个收入而弃痒了 这不是我乐见的情形 重电本来就是一种绿能设备 如能兼顾原本的工作那是最好的 Taco在第三集会加入一个大型电瓶来测试看看 这一集就在这里结束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咯 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您的收看